上午9点20分 公园外头就排满民众等待到垃圾 这是高雄市回复上班的第一天 有许多商办大楼在今天一大早 清运出大量的垃圾 负责办公大楼清洁的人员也说 今天清出来垃圾是平常的好几倍 修了好几天嘛 我们今天才来清嘛 我们只有 只有清我们那个银行那边附近的啦 也蛮多的耶 也是那个台车啊也是好几台 一个早上也要推两三次 一天下来要推五六趟的那个七八 七八八大的垃圾 每天都这样早晚到 早上一车 晚上一车 有时候早上两车 晚上一车 很多真的是很多 因为这边还很多还没有清的 还不止啊 照理来讲是不止那么少 那么少 对 因为我们附近的话有的也是还没有清 也是一样树 树那个都是全部都是树跟马起啊 对对对对 山陀儿来势汹汹 夹带狂风横扫高雄 造成大量的陆树倒塌 许多人的家园都被吹得一塌糊涂 台风过后大家忙着清理家园 除了民众清运家中的垃圾之外 环保局也安排大量的人力及国军支援 加速整体的修复速度 环保局10月3日风雨稍歇 总动员投入灾后环境复原 统计3日至6日 动员清洁队员5331人次 国军支援1060人次 各式车辆965辆次 清运道路数字杂物约1800车次 数量约7200吨 10月4日夜间垃圾清运量 甚至暴增至4177公吨 是平时垃圾量的2.76倍 来到公园可以看到国军弟兄正在清理被摧毁的树木 另外环保局也有加派车辆 持续整顿环境 风灾过后要恢复家园的样貌并不容易 也要提醒民众 切勿将自家的垃圾囤放在公园或路边等场所 才能避免增加环境清洁的困扰 记者周府庆陈英军高雄报道